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翁家明 这部戏里面我是饰演林凡信医师 温文如雅 简单大方 而且还 刻空耐劳 本来就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了 这也是我自己一直想要完成的一件事情 因为年轻的时候 年少轻狂不懂事 在学校毕业以后就觉得好像就够了 就出来外面做事 然后就一直工作了大概三四十年 总觉得好像所学的经验很多 可是一直没有系统性的一种概念 就是说我自己本身会的东西 好像都会讲 可是整理不出来一个系列 或者是一个学问的脉络 所以想说回到学校去重新修 修点修学位 跟教授老师们一起向他们学习 然后看看找出一些学问的脉络 然后让自己在这个艺术领域上面 能够有个系统性的一个思维 这样的话或许对自己的表演 或者是将来的人生 也有交代 感觉上是这样 所以说就决定在去年开始就进入学校重新再去学习 林医师上去以后发觉他在想要退休可是退不下来 但是从他身上我有学到了 当然有学到就是说其实不一定要退休了 应该要退而不休了 像我现在其实也是在办退休状况 不用很积极的去寻找你的工作 但是呢就是如同江泰公钓鱼一样 就是有谁愿意找我我就去演 然后找一个好的戏 然后像这部戏一样 光丽的人一样 拍一部好戏让自己感觉很开心 对自己有交代 因为戏里头有很多后进的朋友和演员 我们可以跟他们多做一点交流 然后了解一下现在年轻人在想什么 就像我们戏里头跟所有的 跟王大荣一样 要知道他们年轻人到底在干嘛 跟我的护理师一样 要了解他们干嘛 我们才能跟他相处 那碰到老朋友 也要演爸爸妈妈的老朋友来了 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在戏里面相见 也是很愉快的 所以现在等于是说 不管你在各个工作职场上来讲的话 也让自己能够一直在融入社会里面 不要退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退而不休的概念 学灵犯性医师这样是对的 退而不休 然后感觉到生命有更多的动力 还有其他的意义 这部戏很特殊 就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演主角 但不是主角 因为故事的发展并不是围绕你在你身边 它是围绕在所有戏剧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里面 村民里面每一个人 他都有一段自己的故事 那只是借由我跟王传逸两个医师的角色 带进去里面去看他们的故事 然后去讲述每一个人对人生 对生命的一种看法和态度 所以我觉得这个戏蛮很特殊的 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一部戏 也就是说一种集体创作的感觉 不管是我们自己在做表演 包括里面戏里面村民的表演 还有每一个角色的表演 都是戏里面的每一位主角 我觉得这个戏是值得大家来欣赏 慢慢地看 慢慢品味 深山里的医疗战 光与爱的相会处 在光里的人最暖心的大爱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